去一個很漂亮的營區叫做戈巴倫 一秒變成超濃的霧的森林 就什麼都看不到 有一次我跟火神劇組的團隊一起 最令人驚訝的一點是大家居然有空 嗨 Women's Health 的朋友們大家好 我是李沛羽 搭配 這一次的主題是 露營戶外沖一波 所以我要跟大家分享 我這幾年的露營經驗 然後一些難忘的故事吧 為什麼會開始露營呢 就是我有一群好朋友 然後我們平常就會在一起鬼混啊 有時候會爬山什麼的 結果有一次呢 小鳥做火來去音樂季 就開啟了我第一次露營的經驗 然後那一次是跟八個九個人吧 就主舊的那個人 帶著所有的裝備啊 包含我們的帳篷啊 餐具啊 反正它就是把大家推入坑了這樣子 所以我們就開始了第一次的露營經驗 我印象非常深刻 我們大家有一起去一個很漂亮的營區 叫做戈巴倫 它在新竹 然後它那邊全部都是很漂亮的山木林 全部都很直 然後也因為它海拔稍微高一點 所以一秒就會變成超濃的那個霧的山林這樣 你就什麼都看不到 然後下一秒就會全部就很乾淨 所以在那邊露營我覺得是還滿夢幻的 非常非常喜歡戈巴倫 我覺得最讚的姿勢就是 一定要拿著自己的公圓瓢盆 或是在帳篷旁邊就在看 來 回家 錄影的時候我覺得就是自然就好 輕輕鬆鬆的就可以了 最難忘的經驗呢 是有一次我跟一群朋友一起去Offroad 那時候在萬大南溪也贏 就是在西床上面過夜 然後記得晚上非常非常冷冷 到大家都睡不著 半夜的時候可以聽到山翔在叫 其實那一次的經驗非常非常好玩 希望可以再過去 接下來的Surprise Surprise呢 Surprise Surprise呢 就是 有一次我跟火神劇組的團隊一起去 也就是我跟妮妮他們 薄紅 然後冠婷啊 他們一起去露營 最令人Surprise的一點 是大家居然有空 然後去到好像是苗栗的一個營區吧 先去謝帳營他們家的餐廳 吃了一餐的客家菜 吃飽以後去營區搭帳篷 那時候妮妮也有帶了她的狗Chelsea一起去 所以袁康他是開她的吉普車 所以這張照片是在袁康的吉普車上面拍的 真不知道哪一年 我們大家才可以真的 再有空拒在一起錄音 這一顆帳篷呢 是我人生第一顆帳篷 Neutral Outdoor 的王美帳 因為我就是喜歡漂亮的照片 這一顆帳呢 他是印第安帳 很好搭 比較麻煩的只有銀釘要搭雙倍的兩圈這樣子 因為他有地上的帳 還有要把他拉撐的帳 那中間撐起來那個桿子之後 裡面應該可以睡五六個人這樣還不錯 很重要的就是一個好的帳篷 然後飛飛亮亮的陪你度過每一次的 美好的錄音經驗 最時尚的戰袍 我跟你講時尚到不行 就是我的斗篷 小狐狸的斗篷 因為這一件原價非常貴 然後一直都捨不得買 結果有一次在一個五折的特買回找到 耶開心 因為他是可以自己上蠟的 上蠟之後用吹風機吹 或者是熨斗燙 它那個蠟就會伸到布裡面去 它是一個比較環保的上蠟方式 可以DIY手作 上蠟之後防水之外 也可以比較防風跟保暖 所以那時候帶去音樂季 就自己製成一個帳篷這樣子 很暖很開心 就是在想 下一張要煮什麼 我的工作呢 在露營的時候就是一個 一直坐在那邊 無限煮飯的媽媽以及大廚的身份 早餐完會煮點心 點心完再煮中餐 中餐完再點心 然後下午茶 下午茶晚餐完 中餐完就會帶一個點心 點心完小麵 然後休息完大家一起喝酒 喝酒完就好像有點餓 陪著吃泡麵 反正我就是一直在煮東西給大家吃 一個訣竅就是幫大家分好 每個人要一碗 吃完就對了 你不要等大家去饒 這就是 一個媽媽兼大廚會做的事情 最愛的夥伴是什麼 就是要主動幫忙的夥伴 同時要有美感 那時候我們再布置一下 我們的三天兩夜的家這樣子 所以我的夥伴都超棒的 其實我覺得最棒的夥伴 你不需要什麼華麗的裝備 你就是主動幫忙 然後吃不完東西 主動去幫忙吃 不要當一個脫油瓶 就是當一個好夥伴 聽完我的分享之後 你現在腦中有浮現 你想要跟哪些朋友 一起去戶外沖一波嗎 跟他聯絡一下約一下囉 我們來見大家 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